这是我见过最变态的男人 欺负完女孩 明明可以直接走人 他还非要拿着一张张 价值百万的支票 毕边甩在女孩脸上羞辱他 毕边嘲讽女孩只要哭得他满意 就会给他更多 此时地上的女孩已经开始后悔 今晚的这次演出了 连本身为韩国著名歌星的她 是不会随便参加私人聚会的 可她的经纪人 非要叫她来这个财阀的聚会演出 还跟她说这里全是韩国精英财阀 想着用自己歌声 能多认识些韩国的年轻财俊也是好事 女孩也就同意上台了 可她哪里知道 这里哪有什么韩国的年轻财俊 有的只是一帮变态的败家子 而她的歌声又恰巧不巧 唱进了这群变态中 最变态的那个财阀心理 结果就是 她不仅被财阀强行破了 自己坚守多年的 卖一不卖身的原则 还遭到了财阀如此非人的羞辱 而面对这种欺齿大辱 女孩做出了一个 正常女孩都会做的举动 可女孩没想到的是 正是这个条件反射的举动 会给她带来杀身之祸 因为她所面对的不是一个正常人 而是韩国最变态的财阀 她的这种反抗 不仅吓不到对方 反而只会再一次让财阀那颗 本已平静变态的心又兴奋起来 果然 当看到自己的帅脸被破相后 这个变态的财阀 竟然只是象征性地 还了女孩一个耳光 就放女孩走了 单纯的女孩还以为财阀 被她的反击吓住了 可她哪里知道 这只是这个变态男人 准备和她玩了一个游戏 玩她人生最后一次的躲猫猫 可女孩不知道的是 现在的她已经跑不掉了 她已经成为了这个变态眼中的猎物 当这个变态充分享受完 整个狩猎的过程 再次遇到她的时候 她的生命也就到终点了 小猪想此时的她脑海里 应该出现了很多如果 如果今晚是个梦多好 如果自己不贪慕虚荣 不去结交这些财阀多好 如果当时能忍得注意时脾气多好 可惜现在 一切都只能停在这一刻了 来世再好好记住这些如果吧